吉安乡的敬老政策在升级继110年推动重阳礼金转账服务之后 112年度在乡民代表会支持下 更成为了全县第一个重阳敬老礼金的门槛下修为65岁的乡镇 预估在吉安乡有15000名以上银法族可以受贿 打造吉安成为长寿安养之乡 乡长游淑珍推崇敬老爱老护老政策 从110年推动了重阳礼金转账服务之后 112年在乡民代表会支持下 更成为全县第一个重阳敬老礼金门槛下修为65岁的乡镇 预估会有15000名以上银法族受贿 面临银法乐活的时代来临 吉安乡推出银法政策 从年满65岁开始 我们就要发放久久重阳老人年金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长者看看身份证 如果你是年满65岁的长者 可以把存款簿的封面送给我们的村看事 获得递交给村长 以及到我们社会课的林柜来办理 未来久久重阳 礼金我们就会转入账户 不用到乡公所不用到活动中心不用到村办就可以来收起老人年金 面临我们65岁到69岁增儿的部分 有6000名基金的银法长者可以收贿 15000人65岁以上的长者安居在吉安 谢谢代表会的支持 让我们通过了这一笔基进千余万的这样的一个经费 刘淑贞表示 未来会致力来优化乡内的市境建设 周延老人的福利政策 提升生活品质 创造多元乐龄的亲子原地 让每位老幼乡亲都可以在吉安共享乐活的亲情 借对会吉安相报道